好 各位同学晚安 今天礼拜六 过得蛮充实的 刚刚才上完一堂 陈同学下午改到晚上的一个 Google Meet的课程 非常不错 我前几集一直在讲 线上课程非常方便 再度证明 即使是你要做简报论文的研讨跟修改 都很方便 好 顺便让同学稍微观摩一下 这是陈同学要做的简报 内容探讨修改 当然论文的修改要知道它原来的意思 要表达的逻辑跟概念 再来考虑简报版本的文字铺陈的写法 它的format比较不一样 两堂课的时间用Google Meet 很方便迅速有效率的就改完了 二十几张的报告 非常不错 那我们今天 看我穿上Pity Uniform就知道 应该是继续来看 Charlie Mike 军事越战的这种美军的小说 那我今天其实课程下午改晚上 临时调整 我下午就利用时间也做了一些翻译 把台中同学的翻译的网页翻译 英文网页翻译也翻完了 非常充实的一天 那这两天也在饮食上面做了一些变化 防疫餐 我这两天都在面条跟饭交换吃 饭的部分就用小的地瓜 外面卖场都有卖红色的这种地瓜 肉比较红一点 削皮切块 大快一点丢到米饭里面蒸出来 变成地瓜饭 非常的棒 那现在电锅刚刚跳了 我这一集讲完应该待会就可以吃地瓜饭 这样子 那今天的午餐 早餐吃完午餐也不错 午餐是吃流济食井炒面 这样子 那这个炒面不是真的干炒 是把胡萝卜片 洋葱跟肉片 梅花肉片先炒 炒完之后呢 水到多一点 另外煮好的细面的面条 手拉面再放进去 淋上蛋汁 焖一下 切点葱花 就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石井面 晚餐 当然晚上上课 所以我晚餐先 由于午餐吃的蛮饱的 下午就睡了一个龟膝大法 稍微补眠一下 例行性的 之后起来喝一杯奶粉 贵个 高盖托子把奶粉喝一杯 就撑到现在还不错 我刚刚把绿豆稀饭 剩下一碗绿豆稀饭吃完 吃了一片吐司 满脏的还在打嗝 所以待会 录完这一集就可以进行我的 防疫餐的属于宵夜这个部分 来 补充一点营养 因为录完之后大概也饿了 刚刚上完课 罗里巴说的讲了一堆 就是我的防疫生活 其实不错 我们继续来看 昨天讲到的地方 他们到海边去玩 这个第四队 第二排第四队 这个叫Tuford 然后呢发生了一些趣事 Tuford的队长 就是 Evans 他一边想 一边在那边笑 回想 昨天好玩的事情 我们看看 有哪些好玩的事情 He could still see Elk's awestruck face as the thin soldier turned toward him in the chest deep water Wow wow women He stuttered excitedly 那这个队长 Evans 还仿佛能够看得到 昨天 他的班兵 Elk's 一脸 好像看到宝一样 那个 整个表情 好像 苍蝇看到肉的那个表情 显露出来 然后呢 转头跟他讲说 人是站在胸部这么深的海水里面 到海边玩吧 中南半岛就是 包含越南 泰国 这个都是在南海 他们叫 英文叫South China Sea 我们叫南海 跟菲律宾的铝宋岛夹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南海 所以他们到海边去玩 看到什么呢 那个Elk's 一脸看到 苍蝇看到肉的表情 转身跟他讲 有女人 有女人 好像看到宝了 然后呢 几乎是用口级 讲不出话来的方式 跟他的班长回报 很激动的 高兴的讲 有女人 有女人 在海边看到女人 一定是穿比基尼吧 因为越南的 在作战 能到海边去玩的 绝对不会是当地人 越南的妇女 或是女孩 绝对不会这时候去玩 应该都是 美军过去这边的 女的护士也好 红十字会的也好 女性的眷属去探眷 有可能 眷探有可能 有两个护士呢 穿着护士的军服 护士也有军服 他们有医院里面穿的 白色的 那外出因为有军阶 护士统一可能会穿上 像草绿服这样的军服 所以他们穿的军服的外出服 手上拎着很大的袋子 然后呢 从 一个沙丘 海边沙滩的一个沙丘 后面走了出来 然后呢 漫步的走向海滩 The nurse stopped 10 yards from the water's edge and began undressing in front of the staring mat 护士走到距离 可以接触到 水的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 摊岸 水跟沙滩交界的地方 还有大概10码 也就是10公尺的地方 就停了下来 开始呢 脱衣服了 把外面的草绿军装脱掉 而且呢 就众目睽睽的在 第二排第四班 这些在 水里面 碗水 细水的 这些班兵面前 开始脱衣服了 Elmos and Chico hunkered down in the shallow water Both were non-swimmers afraid to venture deeper 那班上有两个班兵 是完全不会游泳 亥鸭子 叫Elmos跟Chico 马上 蹲到潜水的地区 把身体藏到水里面 两个人都不会游泳 所以呢 不敢往深的地方走 他们想把自己 藏到水里面去 因为 一丝不挂 怕被那个女护士看到 因为女护士不知道 这些人游泳 原来是 一丝不挂 不知道 那这几个人为了要躲 怕被看到 可能妨害风化 就不敢往 水深的地方走 只好蹲下来 躲到潜水里面 那不会游泳 When the first nurse began unbuttoning her fatigue shirt Elmos crouched even lower his eyes glued to the this this robing women 那第一个护士 开始解扣子的时候 Elmos 都蹲得更低了 但是眼睛呢 还是黏在 正在脱衣服的 这两个 稀有动物身上 目不转睛 目不侠挤 身体继续放低 这样子 A wave temporarily engulfed him Evans got ready to rescue the man but to his surprise Elmos didn't miss the button 一阵大浪 一阵大浪 打了过来 把这个 不会游泳的 Elmos 就 吞没了 Evans 就立刻 想要过去 把他 救起来 因为这不会游泳 万一淹死怎么办 但是呢 他正要去救 这个Elmos 不会游泳的Elmos 的时候呢 居然发现 赫然发现 Elmos 即便溺水了 两眼还是 眼巴巴的 真的大大的 看着 这两个女孩子 脱衣服 一个扭扣都不愿意 错过 表示呢 眼前的这个景象 宁愿被大浪 卷走 他都不愿意 错过 这样子 这一阵大浪 打过去之后呢 他 浮出水面了 然后有点 呛水 在咳嗽 但是呢 眼睛还是 丁牢在 这两个女的身上 完全不放过 任何一秒钟 做鬼也风流 的意思啦 这样子 Not a man moved a muscle or an eyelash All were afraid any movement might stop the unbelievable event unfolding before them 所有的班兵 全部都不敢动 就怕万一不小心 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会让眼前展开的 这一幕 美女出玉图 就 令人不可自信的 天上 飞下来下凡的仙女 老天爷上天给的礼物 突然就不见了 突然就停止了 大家都怕 所以 完全不敢动 就 一直看 眼前这一幅 贵妃出玉图 就怕一动 惊动到他们 看不到了 real women realize the nurses kindly chatter to each other apparently used to the presence of man at this beach 大家心里面都在想 女人 女人 而且是漂亮的女人 那个round eyes 是指年轻漂亮的 不是老的 那这两个护士呢 若无其事的 脱完衣服就相互 两人在聊天了 很显然对于眼前 海边 男人异样的眼光 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当一回事 不当一回事 the men were not disappointed when it became obvious that the nurses wore basing suits under their uniforms 那为什么大拉拉的脱衣服呢 因为里面已经穿上泳装了吧 所以 把外衣脱掉就好了 所以 很明显的 这两个护士脱了上衣之后 里面就穿着 泳装在制服里面 那这两个人一脱 所有全班 Ranger Company 第二排第四班的人 第四小队的人 看了 也不觉得失望 还是一样很扬眼 这样子 因为 这几个 这个班上的 这个队里面 所有人都是裸泳 这女的不可能 脱衣服在那边裸泳 不可能 当然是里面穿的有装了 一个女的脱衣服 宽衣节带 露出光溜溜的肩膀 大腿 这种 长腿 露出 大腿 就已经足以 让这些人 呆若目击 这些 自从 离开美国 就没有再看到 这这么扬眼的景象的 这一群男的 惊呆了 让他们已经 很有饱足感了 已经大饱眼福 眼睛吃冰淇淋 已经吃够了 这样子 那这种在美国 很常见 可是不要忘了 这一群人到越南来作战 没被打死 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个景象 可能已经一两年了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是多么 上天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大家都不敢惊动 一直看 这两个护士呢 旁若无人 把毯子一张 就有点像海滩要做日光浴一样 原本是带浴巾 他们是带毯子过去一张 因为护士嘛 拿军毯可能比较方便 然后把收音机打开听音乐 然后呢 很诱人的在 擦防晒油 那这几个男的边看 看到最后仰眼 仰到最后 突然想到 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两个女的擦完防晒油 毯子铺好了 收音机打开了 表示要在这边做日光浴 不会走了 那这些 光的屁股在水里面 游泳的人 怎么离开啊 他们才发现 我们完蛋了 走不了了 怎么办 后面开始有人 结结巴巴的讲 What we gonna do Sark Ask Elk Elk忽然 结结巴巴的讲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 走不了了 好 16分钟 我们讲的一页多差不多一页的篇幅 就 不要再继续往下讲 一页多差不多 内容非常精彩 朗读一下今天就大功告成 因为我刚刚已经听到我的电锅跳了 番薯蒸饭已经被变了 所以不要讲太久 待会就免得蒸干掉了也不好 好 我就完成了一整夜再念一遍 he chuckled 好我要讲一下 这不是wow的意思 是他有点口级 太兴奋了口级就 women 那个应该是发音是发 women 复数 单数是women 复数是women 所以他应该是women 居然有女的 这样子 跟他的班长报告 he started excitedly 那个starter就是口级的意思 two nurses wearing fatigues and carrying large bags have walked from behind a sand dune and now saundered down the beach the nurses stopped 10 yards from the water's edge and began undressing in front of the staring man Almos and Chico hunkered down in the shallow water both were non-swimmers afraid to venture deeper when the first nurse began unbuttoning her fatigued shirt Almos crouches crouched even lower his eyes glue to the disrobing women a wave temporarily engulfed him Advance got ready to rescue the man but to his surprise Almos didn't miss a button he emerged spluttering but fixed his eye on the women again not a man moved a muscle or an eyelash all were afraid any movement might stop the unbelievable event unfolding before them real women realized the nurses calmly chatter to each other apparently used to the presence of men at the speech the men were not disappointed when it became obvious that the nurses were bathing suits under their uniforms the woman undressing exposing bare shoulders legs thighs was more than enough for men who hadn't seen such an erotic unfolding since home the nurses spread their blankets turned their radio on and sensually oiled their body then the man's predicament sanked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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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got gonna do sarge ask elk 好 讲得非常不错 也很好玩 那这个点在哪里 点在这两个 互是 脱衣服 但并不是 妨碍风化 里面已经穿好 可能是连生的或是两节式的 泳衣了 重点是先到的这一群 Ranger Company的第四 第四队的人 根本就 没有穿什么泳裤 居然打仗拿来什么泳裤 就直接脱光下去 顺便洗澡 结果 女的来了 仰眼看完了 人家在那边日光雨 他还想到 我们裤子衣服全部放在后面 现在光溜溜的在海水里面 我们怎么去拿我们的衣服 大家在开始紧张了 完了 乐极生悲 那想必下面 后面一定很好玩 所以我们等 下一个礼拜 的礼拜 礼拜五 或礼拜六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发展 很好笑 结束前 刚刚我们看了 陈同学 用Google Meet上课非常 方便 有效 而且呢 不会让同学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什么疫情啊 这些都不用担心 所以有实体 有线上课程需求的 随时给我报名 在这边 你用购书学习咨询都可以 我们可以进行线上课程 看你要用LINE 用Google Meet 用其他的Messenger都可以 我们可以马上安排 实体课的同学也不用怕 因为我们只要戴口罩 社交距离 按照政府相关用餐防疫规定 甚至可以在户外 现在很多的餐厅咖啡厅都有户外的公餐区 在外面 空气更流通了 更安全 也都可以跟我报名来做安排 好感谢同学 我们今天礼拜六 就不多讲 过了满充实 我要赶快去吃我的番薯饭 顺便再煮一点 简单的小炒 就可以吃番薯饭 感谢同学 晚安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